目前当然是要买个鲜花来装扮自己的家里咯 不过在今年呢有一些花卉呢还是有贵了一下 像是呢菊花还有百合以及蓝花呢都长了两到三成不等 那么有一些人呢就趁着像是那壶花式啊打烊钱的时间赶快去买比较便宜 火红色的凤梨花超级喜气 一至五十元小小阿伯 不过过年前花价可是涨半天 像是这桃红艳丽的蝴蝶兰带点贵气感 可是比平常涨了两成以上多出一两百块 今年的天气多变化 而且蓝花价格本来就很比较比平常的高 天气变化大让蓝花也受不了产量减少 还有菊花价位也涨了三成 好搭配的剑蓝也有两到三成涨幅 不过如果挑对时间买除夕有折扣 因为花是24小时不打烊之后 除夕下午四点收工 现在得出清特卖 婆婆妈妈抢着挑最美的过年招财的百合 原本年前价位一把从一百八涨到两百五 现在有的甚至两百不到 六百五 六百五 那你觉得价位算是 可以接受 大概都两百五左右 两百五左右 所以价位还算合理 我觉得还合理 过年花价虽然涨翻天 不过挑到除夕收工前 就能把花便宜带回家过好年 记得陈金融 陈金山台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